哈喽大家岛上好 我是老醋 前几天呢不是买了这个珍珠金鱼吗 然后说实话那天养在那个公司里的呢 是不幸的死亡了 所以呢我没有放弃啊 然后我又另外的买了两只比较小一点的金鱼 对珍珠金鱼 它已经是在我家古代了一个礼拜了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啊 目前的话呢采用的是这个周转箱啊 还比较小的之后给大家过滤什么的 那今天就来给你们录一下这个金鱼的手感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先慢慢的通过它的 哎先录这只胖这只啊 红白的 我觉得金鱼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生物 因为它的尾巴 这么看 它的尾巴特别特 它的尾巴特别的厉害 它的尾巴按我看的话就像这个螺旋掌一样 你看 对因为这个珍珠金鱼我不清楚它的肚子为什么会这么大 可能是一种比较神奇的金鱼吧 看这只 就是摸它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太用力 因为它肚子大嘛 就是说如果很用力的话 它会翻身会翻不过来 这样子啊 你去吧 再录一下这只红的 然后因为现在是早上时间啊 时间比较赶了 你看今天还比较乖一些没有怎么逃脱我 可以看到它的尾巴现在是已经被我养的比较的好了 然后这个顶上的齿的话呢也是比较好的 对 我不清楚能不能把它养到很大 今天呢我平时的话呢会给它喂这个红虫啊 但是是冷冻的红虫 所以就没有事情 你看它现在在我手里面完全不动 摸下它 轻轻的摸 哎它好像不给摸的样子 哎哎哎你往哪里跑 把你捧在手心里 好吧那今天这个啊 还是不知道它的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好吧 那今天简单视频就到这里啊 然后我因为是早上要拍的 我要去上班去了 来不及拍了 那简单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等下次啊 它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呢 再给你们拍一下 它其他的好玩的一些视频啊 我就不怎么去撸它了 我怕把它给撸伤了 好吧 那我就滚去上班了 大家拜拜 哎还要给它喂食呀 啊